《鳳凰區》 各位好 這裡是《鳳凰區區連線》 我是盧琛 中歐必須要保持全面的戰略夥伴 而不能是系統的競爭對手 這是中國國務院間外交部長王毅 在中国高级别战略对话的主调 欧方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 高级代表也表示 他不认为中国给欧盟 带来了军事或者安全的威胁 欧盟坚持以现实主义视角 来看待中国的关系 双方在很多问题上 是有共同利益的 中欧建交45周年 正释放出新的能量 当然也面临一些 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比如说欧盟考虑要扩大 外国投资的审查范围 阻止中国的买家 在更多的行业进行收购 那对此英中贸易协会的主席表示 背弃中国或许会带来意识之快 但这绝非是治国之道 就要放居连线 我们东方的现场 伦敦现场是本台著英国记者曹杰 在伯恩现场特别请到 德国伯恩大学政治学系的 孤学武教授 北京现场是中国人民大学 欧盟研究中心王毅为主任 大家会深入地分析 中欧情投意合的战略选择 一起看看董秋一的主动报道 逛商场 坐地铁 还有刺激的市内滑雪 随着欧洲多国疫情受控 民众曾经的日常生活 近期又回到了正轨 随着欧洲封城措施逐渐解绑 如何振兴低迷的经济 就成了欧盟领导人的首要任务 而作为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中国的角色不可或缺 昨天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傅雷利 共同主持了第十轮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 对话通过视频举行 双方强调推动后疫情时代 中欧关系再出发 双方要筹备好中国欧盟峰会 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 要共同推动复工复产 维护中欧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协调 如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 另外还就公共卫生 应急管理加强经验交流 开展疫苗药物研发合作等 进行了沟通 我们愿意通过本次的战略对话 为下一阶段的中欧之间的 一些重大的政治议程 来做好准备 我们必须与中国 以为我们的国家的目标 基于我们的利益和价值 10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华轩盈还公布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将在周四与德国总理默克尔 举行视频会晤 终得快捷通道仪式备受关注 中欧投资协定谈判 已经进行了7年之久 没对当下经济萎缩 欧盟显得更为急切 然而欧盟对中国投资 翘首以盼的同时 英国却态度谨慎 据英国媒体周一报道 英国政府计划推出 《国家安全和投资法》 阻止可能影响 英国国家安全的海外企业收购行为 而中国企业被认为 是这部法律的主要防范目标 据这部法律规定 若外国企业提出收购 英国企业25%以上的股份 或知识产权时 就要向政府主动申报 否则将受到刑事制裁 英国《泰晤士报》 就写得更为明确 进入英国5G市场的华为 此前收购一家 与牛津大学有联系的企业股份 以及资助帝国理工学院 500万英镑 由于5G研究时 都受到了保守党议员的强烈抵制 目前英国政府 更对华为开展了安全评估 有分析指 这部法律一旦立法完成 无疑将对中英关系带来压力 两国在核能 以及高速铁路方面的合作 都有可能受到影响 英国为何对中资态度大转弯 华为能否保住英国5G市场 中欧投资协定能否顺利签订 求同存异保持合作 才是共度时间之道 好 随着疫情的降温 全球的合作也开始复工复产 今天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 中欧的关系 请出各方嘉宾做深的分析 好 在德国波恩的现场 首先请教德国波恩大学 政治学系的孤学武教授 孤教授 我们看到 中欧在今年会有一系列的 重要议程 当然德国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德国总理默克尔 与中国的领导人 非常频密地进行了通话 包括明天会同李克强总理 进行一个视频的会晤 所以具有一个代表性的中德的关系 的急速发展 也启动了中欧关系的整体的提速 您说看待这当中 目前最新的变化 这个最新的变化 现在就是有两个影响因素 一个就是疫情的发展 一个是美国的态度 这个默克尔的这个现在执政吧 它是今年最后一次 这个主持这么大的峰会 明年他就要退出这个政治舞台 也就是说卸任德国的总理的职务 三年以前 实际上默克尔就和他的团队 在打造 今年如果是德国 马上7月1号开始 承担欧盟轮值国主席 这个任务的时候 就把它做成一个中国大年 中国大年的设想 也到了中国方面的一些热烈的响应 也把这个今年当做欧洲大年 其中一个最大的一个项目就是 两个项目 一个就是中欧峰会 也就是在原定在9月14号 在德国莱比锡重政 举办的一个大的峰会 就是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带领庞大的党政代表团 来这个莱比锡 同欧盟27个国家的首脑 加上欧盟的三驾马车进行会见 共同签署中德的 这个中欧这个投资贸易保护协令 但是这个现在这个情况 好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这个大家知道 这个上星期这个6月4号 6月3号 这个习总跟这个默克尔总理 通过长时间的电话之后 双方这个决定把它推迟 就是说不定期推迟 但是呢就是没有取消 目前的情况看实际上 有一个非常很多具体的事情 它其实阻碍了这个9月14号的举行 一个就是中欧之间的这个 双方的贸易谈判的进展 虽然这个前几天是吧 进行了长达好多个小时的 第29能这个谈判 没有达成一个协定 也就是说欧盟并不太满意 实际上现在的情况就是 我从欧洲这边的报道看 欧洲还希望中国要在两个方面 迈出更大的步伐 一个是这个市场准入 第二个就是所谓的对等 具体的东西我们现在就不谈 就是说欧洲还是在对中国施压 这个第二个呢就是 为什么9月14号峰会的取消 这个是德方提出的 因为这个默克尔在5月29号 拒绝了特朗普出席 这个七国工业集团的这个会见 就拒绝飞往美国 这个在德国引起了强大的反弹 包括欧盟的一些反弹 所以这种背景下 如果拒绝美国 拥抱中国 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他把这碗水要端平 所以他建议这个推迟一下 但这个推迟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中欧之间的协定 并没有像想象中那么顺畅 好 在北京现场 特别请教中国人民大学 欧盟研究中心的王一伟主任 好 王正我们看到 其实中德的这个目前的一些互动 当然也超越了两国的范畴 直接会影响到 整个中欧的一个合作 所以如何来看目前中欧 双方都把对方定为了一个 可以往前推进的一个大年来看待的话 如何来理解说 目前必须要保持一个全面的战略伙伴 而不能是系统的竞争对手 这当中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欧盟曾经去年出台一个文件 把中国列为有人翻成系统性 实际上翻成体制或者制度性的对手 可能比较恰当一些 它的原文是 那么就是中国的制度 治理模式 这个可能跟欧洲的有很大的不一样 而且向外输出 他们担心破坏了全球治理的这样一些秩序 这是欧盟这些年来一个新的定位 那么还有合作伙伴也是竞争对手 竞争对手是经济上的 合作伙伴包括外交上应对气候变化 包括这次新冠肺炎的疫情 那么这个去年只是一个试探性的 那么今年呢 这个欧盟的领导人多次强调 这个制度性的对手也好 或者体制性的对手 那么现在已经把它列为一个 实际上呢 欧盟对华新的一个官方的认可的定位 那么他也反复强调 这次的伯利类也说 这不意味着把中国列为敌人 中国不是对世界和平的一个挑战 所以欧盟呢 因为自己认为自己是normative power 是一种规范性的力量 所以他来自这种规范的能力 受到中国模式 中国这次抗议啊 这种体制的巨大信力的 强域力的挑战 所以他跟美国把中国列为敌手也好 它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呢 王毅国务委员和兼外长反复强调呢 中国和欧盟呢 应该是伙伴关系 应该加强合作 而不应该把对方视为对手 而且在中文里边 对手的概念显然是不太恰当的 长期来我们认为 中欧之间是没有这个厉害冲突的 不是地缘政治的对手 也不是安全上的对手 所以呢 第一次欧盟把中国列为对手 不管是怎么说 中国方面还是感到很沮丧的 嗯 好 在伦敦现场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记者曹杰啊 曹杰我最关心的第一话题就是说 其实今年中国和欧盟的峰会 尽管是推迟了 但是这个规模会是空前的 邀请了全体 欧盟27个成员国的领导人 与会 当然英国由于脱欧之后 恐怕是不会参加这次会议的吧 那如何来体现之前中英所达成的 所谓黄金十年 它的这个保障 它的成色不变啊 这个目前有怎样的一些措施 另外我们也看到 英国政府目前也提出来 就扩大外国投资审查这个范围 针对性描向了中国啊 就些领域不希望中国有更多投资过去 那如何来看这样的一种在行为 在立法的过程当中 是否会尽快地会通过 还是会有怎样不同的声音 是 陆生 那如果英国是按计划 是在年纪 中国峰会如果在年内 能够举行的话呢 英国还是有机会参与讨论的 但是呢 如果是退后的话就很难说 因为从简单的说 脱欧谈判呢 现在呢也是喧而未决 大家谈得很辛苦 相互指责 所以我们也并不知道 英国究竟是会不会在明年的 今年的年底的退出 退出欧盟 那谈到这个英国与中国的关系呢 现在大家看得都非常的清楚 觉得就像我和当地的一些企业家 还有一些学者所沟通中 所得到的一个信息呢 总体意见就是大家需要静观其变 因为从1月份 约翰逊政府宣布呢 会坚持呢 采用这个华为参与 英国当地的5G通信技术以来呢 看到呢 其实每个月都在变 政策都在变 那其中呢 我们看到中英呢 一直在强调双方的打造的这个黄金十年会保持 那现在呢 其实过了5年 出现了一些问题呢 也是非常的复杂的 那从技术层面来说呢 英国方面呢 认为有两个问题呢 让他们不得不重新考虑从中国的关系 应该说是部分的英国的政治人物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那尤其是英国国会里面的这个中国研究小组 一些议员呢 提出这个观点 他们认为呢 从新冠疫情来看呢 中国对英国的这个出口呢 是非常的大的 那英国呢 在中英贸易上的这个 渐渐出现了一个不对等的这个状况 对中国的进口呢 过分依赖 他们觉得很担心 那除此之外 在华为问题上呢 其实呢 在从去年到现在呢 谈的话题都是一样的 那就是如果全面的使用华为的产品的话呢 英国对于中国技术的这个依赖程度会越来越大 而且完全不可能放弃 那大家都觉得很担心 那在英国国会层面里面 一些宜华派的议员呢 就不断的向这个约翰逊政府施压 所以在造成了现在这个局面 我们看到了约翰逊政府呢 正在考虑要立法这个推出呢 国家安全和投资法 其实这个法律在很多西方国家之前已经有过了 那英国在这个时候推出 并且预计呢 在这个秋季的时候呢 能够顺利的立法 那的确呢 在当地的市场带来了很大的这个优劣的情绪 那我们看到一些的商界的代表呢 已经陆续的发表了声音 那无论是对于英国的这个未来的通信技术的发展 还有对于双方的这个商贸的合作呢 大家都担心呢 这个政治呢 会阻碍双边的经贸的发展 但是有一个问题呢 是摆在面前呢 就是约翰逊政府呢 尤其是这位这个保守党首相 他现在面临的问题 就是他现在的民意情况呢 也不是非常乐观 因为新冠疫情到现在为止呢 其实约翰逊所面临的这个批评呢 也一直不断 而他党内呢 现在虽然在国会下院呢 他有80票的这个多数席 但是呢 在新冠疫情 在对华关系上呢 的确呢 面对了不少这个党内的这个阻挠的声音 批评的声音 所以他必须要考虑到国内政治的因素 所以他现在这个态度呢 变成这样摇摆不定呢 其实在很多分析人士看来呢 也是这个 是非常的合情合理的 但是呢 约翰逊政府究竟会做出怎么样的一个选择呢 应该说接下来呢 在这个 可能要等到这个下期之后呢 我们看到英国的国会 秋季重开的时候呢 才能看到更加清楚的 这个约翰逊政府的一个思路 但是总体来说呢 英国的 应该说从中国的关系呢 还是会继续保持 因为当现在为止呢 我们并没有看到英国政府 还有政界方面 政界商界方面呢 对于中国呢 持一个完全的排斥态度 还是希望 还是希望 总体来说 还是希望那个加强合作的 是 好 在伯恩现场啊 我们继续请教顾虚虚虎教授啊 顾教授其实整体的 中国的 在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 都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啊 包括德国也次 这回最小 在中德之间开通这个快速通道啊 使得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啊 中德能够先衔接上啊 在这个问题上 目前您觉得中德合作重要性何在 我觉得这个中德 中欧的合作的重要性呢 从中国的方面讲呢 是非常重要 这个因为在中美关系 急剧恶化的情况下 稳定通这个欧洲这个大国 包括德国 法国 英国 这些大的国家的经贸关系 有助于中国的外贸的发展 因为外贸的数字并不是太 公布的数字不是太乐观 从欧洲的角度讲也非常重要 比如从德国的角度讲 德国现在这个经济也是非常的 情况也非常严峻 而且中国市场如果再踏下去的话 对德国的整个劳工市场 影响非常大 引起一些社会上的矛盾 但总体上来讲呢 现在中欧的定位有些问题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欧洲把中国定位为 是一个既是伙伴也是对手 中国的定位就是说 欧洲只是伙伴不是对手 这又形成一个偏差 这个偏差要把它融合起来 还非常不容易 但我想现在还有一个 美国的因素在里面 刚才小曹讲到英国的情况 其实很多都是美国因素在里面 美国的压力太大 像英国它正在处在一个十字路口 它没有办法承担起 完全跟中国脱离关系的 这样一个困难 同时又没有办法承担起 反对美国的这样一个重任 所以在非常的焦急 在这个时候 其实整个欧洲都处在美国的压力之下 大家都愿意跟中国保持好的关系 但是呢 在中方怎么做 怎么样把对欧洲 对美国的这种恐惧和害怕 转换成对中方的优势 这个情况还没有出现 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所以说从未来的 像德国总理马上要跟 李克强总理进行通话 也是为了继续保持 在美国的压力之下 保持良好的同中国的关系 我觉得今年的中欧峰会 还是会举行 这个时间点 有可能就在11月3号和圣诞节之间 也就是到那个时候 中国的贸易谈判 应该是达成了一个基本的框架 这还有三个月的时间 所以说现在情况就是 双方可能要继续进一步的 做出努力 双方向前靠近一步 因为合作的空间太大了 合作的空间包括你这个气候 多边主义 公共卫生 战略储备经济 包括经济服输 中德之间的快速通道 这个打你都是朝这个方向带走 但现在一定要在美国的大选之前 一定要做出很多的大 双方迈出大的步伐 终于把这个 最终把这个中欧的协定搞定之后 华为的问题也估计是迎而解 好 下节目我们来关注一下 究竟美国的因素会多少影响 中欧的发展 一会儿见 好 中欧在今年重大政治议题当中 一些话题可能多多少少 会受到美国一些干扰 今天我们继续请出 各位嘉宾来看一下 全球的局势当中 互相做怎样的一些制约和博弈 好 继续请教 是北京现场的王毅为主任 王中欧其实今年一些重大的议题 包括刚才我们也谈及到的 这个投资协定谈判的一些问题 还有英国在目前如何看 这个与欧洲 以及同美国的关系方面 其实都或多或少 相互有一些纠缠在其中 我们如果看目前美国在中国关系当中 起到的因素和影响 的确美国是所有国家的邻国 尤其是欧洲的国家的邻国 那么欧洲的最近这些年来 就打出了一个要自主 战略自主 欧盟主持人 技术主持人等等概念 那么这个是针对谁来讲 当然是针对美国 就像日本要正常化 也主要针对美国 你想技术上 欧洲没有自己的谷歌 很多靠美国的大数据就很难办 那么战略上 他以前从安全上比较搞 跨大相关系 很大程度上就是 依附于美国也好 或者要听美国的 那么他现在讲自主 当然中国是非常鼓励的 那么这个过程中 他不好直接跟美国人说 他有时候拿对中国来说事 比如说要强有力的 对华的政策 中国越来越强硬的 越来越自信了 欧洲现在要 不是那么自信了 他有时候要去回击什么等等 但实际上很大程度上 是由于美国这个因素 这个唤醒了欧洲 比如说美国对华为的打压 美国对中国的打压 让欧洲人也是感到很担心的一点 比如说美国制裁伊朗 让欧洲和中国都受到了大的牵连 逼迫他们搞自己的一套 支付体系 金融的一些 所以美国在推寻一个去中国化的 所谓的全球供应链的体系 或者说去中国化的一种全球化 那么逼迫美国的盟友 尤其是欧洲的盟友给他陪葬 这一点默克尔是非常反对的 所以公开说供应链要国有化 去中国化是不太现实的 极大的增加的成本 它可以分散 它可以缩短 但是搞备胎 它绝对不可能跟中国市场完全脱离 所以美国不计一切代价地打压中国 希望他的盟友为了陪葬 这样使得欧洲越来越警惕 所以中国关系就有很大的发展的空间 要克服美国这样的因素的干扰 当然还有一个很常见一个过程 毕竟技术上战略上的自主 它是路漫漫其修软息 尤其是对于像英国五眼联盟国家 眼睛耳朵鼻子可能长在美国人身上的 他用华为的话就现在就很难了 因为他的安全靠美国 经济上可能靠中国 可能说离不开中国的市场 美国人说你到底要钱还是要命 你如果用华为我都要你的命 取消一些这个情报分享 这个英国就受不了 所以英国就处置一个分裂的一个状态 这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投资审查的协定的谈判的加速 包括德国也受到最大的压力 推迟了这个中欧峰会 背后很大成长是美国人的捣鬼 因为特朗普率先指出了 6月份搞这个G7 那么还搞G11 这些都是把这个中欧峰会给搅黄了 甚至他希望取消 那么正好尊重美国下怀 所以中国之间也顶追美国的压力 推动这个全面战略协装伙伴关系 这个是可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 好 最后一分钟 顾教授 美国在抹黑中国一些议题上 其实欧洲整体好像也是分出了两个阵营 包括在这个向寡法问题上 德国就完全是不跟风 所以如何来理解这个目前欧洲的一些判断 欧洲现在是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 就是说在中美之间吧 它必须 就是美国希望它选边站 是吧 美国希望就是欧洲 我们老朋友了 我们的安全也是这个在我的手上 希望欧洲的盟友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 但是现在欧洲没有办法全面地倒向美国 就算有一部分 像英国的一部分保守党 还有德国也有一部分 很大一部分保守党 都愿意就是说 在选边站在美国一边 但是如果 现在默克尔看得很清楚 如果选边站在美国一边 欧洲立马分裂 因为现在很多欧洲的国家 从中国已经离不开了 你要一选边站在美国一边 马上欧洲自己就分裂 所以默克尔现在在做的实际上就是 这个等距离外交 一边把美国不去美国 同时也建议习总推掉这个峰会 实际上在慢慢地做准备 这个争取在欧洲未来的 在保持这个战略定立的情况下 慢慢地在中美之间 形成自己独立的角色 我把它定义为就是未来的欧洲 肯定就是一个等距离外交的欧洲 好 非常感谢各方嘉宾参与节目 就中欧战略判断 赶紧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手牵着手 我的朋友必须坚强 几百充满艰难困苦和停静 我们总还有力量 我们还有方向 每一天勇敢地去面对生活 我想看到你们 每一个脸上的微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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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的微笑